Focus留在美国 美国疫情严峻 不戴口罩上学 以及很多儿童 基本上还没有办法中疫苗 是疫情迅速恶化的原因 目前总感染人数29%都是儿童 已经比7月的时候多出了2.4倍 那么现在校车出缺的问题 校车司机没有的问题 越来越严重 麻州出动国民兵 来帮忙开货车接送学生 那么也有州政府 发奖励金多台币8万块钱 还是找不到驾驶座上的校车司机 随着Delta变种病毒持续肆虐 美国的感染率 正在以令人担忧的情况攀升 根据美国儿科学院 自7月起 儿童感染人数整整高了2.4倍 占总感染人数的29% 每个校区都在想办法控制感染数 不过尽管如此 也有许多州反其道而行 在爱荷华州针对学校发布的禁止口罩令 遭法院党下后 州长表示将持续为人民争取权利 在北卡州的联合县学区 甚至开始停止学生与确诊者接触的追踪及相关隔离措施 CDC一项新的研究指出 未接种疫苗的人死于新冠病毒的几率 比接种者高出11倍 全美各地医院持续被新冠确诊者塞爆 北卡的一间医院只好重新开始在户外架设帐篷 让民众可以在外面等候 目前这间医院除了新冠病患之外 许多一般的病人也没有病床 医院的走廊都变成看诊区 而平均的等候时间高达12小时 疫情重创医疗体系外 现在全国也面临校车司机短缺的问题 开学后 麻州切尔西市一片混乱 因为他们只剩下15位校车司机 尽管许多司机都已经跑双趟了 仍有许多学生无法准时到校 州长便宣布将出动国民警卫队 协助载运孩童上学 目前有90位国民兵接受训练 他们将驾驶货车 接送以切尔西 劳伦斯市等 四个校区为主的孩子们上下学 州长也表示 目前总共可以调动250位人里 帮助所有需要的地区 受到疫情影响 全国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人力短缺 为今年亚洲的一间学校 甚至额外支付司机高达3000美元 相当于8万台币的奖励金 也有些学校的做法是仰赖家长接送 在德拉瓦州的学校 家长只要再送一年孩童上下学 一年就可以获得将近2万元新台币 在纽约强制所有医疗人员 必须在9月27日前至少施打一剂疫苗后 有17位信仰天主教的人员向政府投诉 联邦政府便颁布了临时禁令 规定纽约州不能强制任何有宗教因素的医疗人员接种疫苗 目前并没有任何教派反对打疫苗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早前更曾公开宣布 全美疫情居高不下 已经有超过66万人 相当每500人就有1人死于新冠病毒 拜登政府14日向再生原制药订购了140万个抗体疗法 将免费未患者提供 目前全美完整接种疫苗的人打54% 而政府也预计将在10月底前推出能够让5到11岁孩童施打的疫苗 TVBS新闻综合报导